2023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正在美国斯波坎进行 在混合团体赛小组赛前三轮中 中国青年羽毛球队保持全胜 今晚将与同组的近旅韩国队争夺小组第一 本届世青赛与本周一开赛 中国青年队在当地时间周一一天内参加了两场团体小组赛 早上中国队首战对阵挪威队 派出混双廖品义张家涵 男单张宁 女单黄凌染 男双朱一俊马上 女双张文小陈樊淑田 他们全部都在30分钟内结束战斗 均以2比0获胜 下午对阵第二个对手荷兰队 中国队五个单项都派出不同的队员进行锻炼 最后混双朱一俊黄可新 女单徐文静 男单王子俊 女双 蒋佩熙廖立熙 男双徐化与张乐健 同样全部2比0获胜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中国队对阵小组赛第三个对手 澳大利亚队 同样没有遇到太多困难 混双廖品义张家涵 男单胡哲安 女单徐文静 男双马上朱一俊 女双张文小陈樊淑田 全部以2比0获胜 中国队不失一局取得三连胜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点半 中国队将在小组赛最后一轮 迎来劲敌韩国队 韩国队实力较强 是2022年式青赛团体冠军 小组赛前三轮 同样是不失一局的取得三连胜 目前与中国队胜次和积分都相同 因此 中国队和韩国队的这场队垒胜者 将获得小组第一 获得出现争冠权 而落败一方将无缘出现 只能参与9到16名的排位赛 面对这场相当于淘汰赛的小组末战 中国青年均需严阵以待 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以良好的心态冲击对手 全力争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